以排风量公式半径乘以半径乘以3.14得到0.25 将仪器设定0.25 测试出来的数据为33左右CMM 再乘以每小时就得到1800左右的排风量 所以在排风量测试的部分 以BEST的品牌测出来套用公司 它的1800排风量是为最强的 Hello大家好我是提吧 我们新的人越来越注重养生 不论是吃的喝的用的 犬锅上都会以让身体更健康为取向 尤其是每日三餐都会用到饮水设备 厨房烹饪设备 有好的饮水设备梳洗食物更健康 烹饪设备吸油烟效果好 我们才不会吸入过多的油烟啊 也不会每次烹煮料理 让整个家里都不满油烟 所以今天就是要帮大家实测三款 厨房抽油烟机的效果 让大家在购买或者是想要更换新的抽油烟机 可以来做个参考 分别有樱花品牌 温轮变频AI控风系列 型号是DR7396 BEST品牌 厨房无烟神器 型号是G3150 零类品牌 顶级双膝排油烟机 型号是HL9700D 那抽油烟机嘛 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它的抽油烟效果 还有使用起来的噪音大不大声 以及长期使用下来好不好清洁 最后就是目前时下超行的智能功能 有没有结合在抽油烟机上面 让我们使用起来更便利 首先来看到智能AI功能的部分 樱花跟BEST这两款都有推AI功能 零类的则没有提到有AI功能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比较樱花跟BEST这两款的差异 樱花这一台主打有AI智能风控 当我们炒菜烹饪用火比较大 油烟更大的时候 机顶就会侦测到 让它自动调节吸力 加大吸力排风量将油烟吸除 这样子我们烹饪的使用者 就可以减少油烟吸入更健康 它这个AI智能风控我个人觉得还蛮不错的 就不需要在手动去调整排风强度 手会沾到油腻腻的 而且等调好风量 油烟早就吸到我们身体里面了 所以有AI智能风控我觉得还蛮加分的 那来看看BEST品牌它的AI功能表现 BEST这款它的AI功能 可以使用挥手感应方式来控制开关机 或者是调整抽风吸力段数 我们双手就不会去沾浮到油腻腻的 更特别的是它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会侦测空机中的有害因子PM2.5 当PM2.5超过115 它就会自动启动排风将PM2.5吸除 这个功能我也做了一个实测 像这样拍打物品产生比较多的灰尘 或是点烟产生浓厚的臭味 可以看到设备上就真的到数值超过115了 这时候它就会自动启动排风 即使我们不在现场 还能帮我们维持好环境空气品质哦 我觉得BEST这款也有PM2.5侦测功能 那它除了是抽油烟机之外 同时也是一台空气侵地的概念 就蛮适合易过敏体质的使用者 或者是家里有长辈小baby来使用哦 所以这三款在AI智能功能的部分 以BEST这款算是提供我们更多的智慧功能哦 再来我们要来比较是上台抽油烟机的核心功能排风量 那因为风煮炒在产生的油烟都是下过一瞬间 比较没有办法持续产生油烟看出效果 所以我会准备一台水烟设备 来看一下个别抽风的差异 并且还有准备一台测风速的仪器 让数据来说话更有说服力 OK为了让测试更公平客观 这边也将排放的口径控制到 三台都一样的大小15公分 我们先来测一下林内品牌的 好了可以看到林内的这一台 测试出来的风速为15到17左右 接着换BEST的品牌来测一下 测出来的风速为2223左右 最后就是樱花品牌的 测试出来的数据为1617左右的风速 所以总结在风速测试这个回合 以BEST品牌的23左右为最强 再来我也将这三台恢复原本的口径 套用公式来计算它们的排风量 以排风量公式半径乘以半径乘3.14 得到0.25 将仪器设定0.25 测试出来的数据为33左右CMM 再乘以每小时就得到1800左右的排风量 这个部分以BEST官方标榜的1500排风量 算是有过而无不足 接着樱花品牌直径15公分 套用公式设定0.17 仪器设出来的数据为19接近27MM 换算每小时的排风量约为1200左右 也算是有达到它官方所标榜的规格 最后是林内品牌的直径是15公分 一样设定0.17 测出来的数据大约为18左右 换算每小时排风量约1000亿左右 所以在排风量测试的部分 以BEST的品牌测出来套用公式 它的1800排风量是为最强的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排风量的大小 是不是会影响它运作起来的音量 这个没问题 这边马上来测试一下 它们运作的音量分贝 樱花这台在启动之后 直接调整到最强 测出来的音量约为82分贝 再来我们测一下BEST品牌的 音量测出来约为84分贝 最后林内这台也测一下 测出来的音量最小声只有84分贝 所以运作音量的部分 三台都开到最强爆炒模式 樱花82分贝BEST84分贝 林内80分贝 以BEST品牌的为最大声 不过如果用排风量来做衡量 1800排风量的84分贝 对比1100到1200左右排风量的80 82分贝 我觉得大排风量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不过樱花品牌 这台在音量表现的部分 有一个功能还蛮值得占赏的哦 就是它的消除抽味功能 启动之后就会持续抽风 将烹除的味道啦 或者是环境中的抽味来吸除 并且从画面中可以听得出来 几乎是完全静音的状态啊 所以樱花品牌这个除抽功能 确实蛮加分的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有测试了AI智慧功能 排风量比较 以及运作音量的部分 那因为每天都要碰煮三餐嘛 在频繁的使用之下 够不够省电也是我们在选购上 非常非常重要的要素哦 截然省电的部分 我正面查询了三台的规格 都是采用了DC变频无刷马达 理论上都算是相当的省电 但在同样DC变频无刷马达的情况之下 有更大排风量的几种啊 似乎是会比较吃香 毕竟画一样的电力 有比人家更大的排风量 就可以更完整的排掉油烟嘛 最后在厨房抽油烟机的选购上 还有一点小细节 相信我部分的朋友会蛮care的 这边我也有帮大家注意到 就是他们在长期使用之后 方不方便来清洁呢 清洁白纹的部分 大致上三台的外部 都是需要我们使用者 做一些手动的清洁处理 但Best品牌的AI智慧功能中 还有一个自动清洁加热储油功能 加热后溶解的顽强油污 也会流下来到集油槽 我们就将它清楚 这样的话 有效清洁马达油污的同时 也能帮我们延长 脆弱烟机的使用寿命哦 而且我还有发现一个 非常贴心的设计 就是我们启动设备开关 都会有一个开合的结构嘛 Best品牌是设计有防夹手功能 比如像画面上所看到的 我们不使用了会锁关机 当关闭的过程 有异物去卡到 它就会启动防夹手机制 停下动作 那另外两个品牌则是 不论我们怎么去触碰 用力抓住 它都还是持续的在动作啊 这个也算是额外替抽油烟机 在使用安全性加热的项目 OK以上就是帮大家 在厨房抽油烟机 在选锅上 会比较要求的功能 选择了三款 让大家做个参考 希望对于大家 在抽油烟机的更新选锅上 能有帮助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欢迎给大家收看 如果觉得不错的话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哦 谢谢大家 拜拜